我和竹马官宣那天,为其天才少年自杀了 记者在他的书房发现满满一柜子抗疫药物 以及用黑白旗子拼出的我的侧脸 少年的老实声音哽咽 这小子十二岁父母双亡 陈同学,你是他在世间最后的念想 在睁眼,回到大冒险书了那天 竹马的地下男友正兴致博国提议 要你俩发个官宣文案 于是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他已经给开视频的公主 王子们送了两个月的好运 给文曲星点赞后,就能逢考必果 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 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正文现在开始 为其天才少年宋语连胜七局 打破前辈不败神话的新闻 传到国内引起热烈反响 标志性的黑色长风衣 霍国央民的长相配上淡漠的气质 直接在各大视频网站嘎嘎乱杀 收割大批牛粉 回国后接受直播采访 一位年轻记者调侃道 宋神,最近新增的很多女粉丝 都很关心您的感情状况 愿意分享一下吗 旁边有工作人员拽了拽记者 小声提醒,你没做功课吗 别问了 这位从不回答与为其无关的问题 尤其讨厌八卦 年轻记者肉眼可见紧张起来 可没想到,宋语主动接过了话筒 漆黑的模子一眨不眨望着镜头 仿佛透过他,在和某个具体的人对视 握紧的指尖微微发颤 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这句 对不起,我喜欢你 明明是告白,孤注一掷的绝望感 却浓烈的把人溺毙 当镜头扫到宋语的手机时 亮亮的屏幕上是我和竹马的官宣朋友圈 只是当时无人在意 全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疯狂猜测那类让少年天才都感到自卑的女孩 到底多么优秀 结果当晚,宋语抑郁自杀的新闻迅速冲上热搜 那句我喜欢你也成了最后的一言 第二天,记者主动到找上我 说想要带我去宋语住处时 竹马赵新宇先我一步发出尖锐报名声 姐姐,你甚至认错人了 陈芝芝怎么可能和宋神扯上关系 她连飞行旗都完不明白 更别提为奇了 我是宋神的忠实粉丝 后联会分会长 如果你想了解情况 还是带我去吧 我轻轻踹了赵新宇一脚 但又不得不认同她说的话 宋语对我来说 完全就是另一个次人必的存在 在我眼中 她只是一个在我不熟悉的领域 沉默寡言的天才大神 宋语的公寓在僻静的郊区 推开书房门 硬物眼帘的是一副巨大的 用黑白棋子拼成的少女侧脸 细腻、精致、震撼 每一个细节 都在彰显着创作者浓烈的 划不开的情感 致死你他 让人忍不住想要拍照留念 如果这个少女不是我自己的话 我走进去 看着眼前满满一柜子 印着外语的抗议药物 宋语的老师 围棋界泰斗级人物 在我身后长长的叹了口气 有些哽咽 这小子命苦 从小被家暴 十二岁的时候 又亲眼目睹父母 两人互乌而死 成了乌儿 陈同学 你是他在世间最后的念想 我的目光转向旁边 玻璃展览柜里 摆放的碎了的草莓发卡 吃剩的半包芒果干 还有我自习客和赵新宇 聊天时不小心进时大了 扔到窗外的小纸条 上面写着 妈的 我发现男生穿黑色长风衣 怎么这么帅 这些我随意丢弃的垃圾 全部被视若珍宝用心收藏 反而是那些珍贵的赛事证书和奖杯 被随意放置在角落 所以 他是看到我的官宣消息 才选择放弃生命的 老师眼眶泛红 这些年 宋玉被捧上神坦 表面风光无限 其实精神状况越来越糟糕 每晚只有看着你的照片 才能短暂入眠 我忍不住开口 大师 宋玉究竟为什么喜欢我 话还没说完 脑子突然传来刺痛 意识消失前 我只看到老师的嘴巴一张一合 却听不到一点声音 在睁眼 高考后的同学聚会上 真心话大冒险 已经完了几轮 赵新宇正一边看着 偶像宋玉的采访直播 一边拿着我的手机 和他新交的地下男友 商讨官宣文案 我融洞出行 慌忙拦住 这个不能发 换个惩罚 旁边男同学开玩笑似的 推了赵新宇一把 呦 你呀又被嫌弃了 芝芝 怎么回事 今天怎么突然完不起了 见我真的着急 赵新宇没管他们 姐姐巴巴开口 可是我刚刚发动态了 只保你别急 才一分钟 我先带山 直播画面中 宋玉刚刚放下手机 被工作人员引导着 准备接受记者提问 糟了 他应该已经看到了 我来不及解释 立刻起身搭车往骑士走 同时点开了宋玉的微信 已经通话 虽然 我对于自己 到底什么时候加过他这件事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接通后 对面语气中 带着不易察觉的惊喜 和小心翼翼的试探 陈芝芝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宋玉喊我的名字 浑然天成的低沉蛊惑 意外的撩人心弦 官宣朋友圈是假的 是我大冒险输了后的惩罚 你等我 我马上到起事 对面静了大概五秒 要不是能听到 宋玉明显变乱的呼吸节奏 和最后那声尾音发颤的好 我还以为 自己这次又来晚了 挂断通话后 我松了一口气 把头缓缓靠在后座 闭上眼睛 宋玉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疯到什么程度 光明灿烂的大好前途 少年天才的头衔 财富 地位 甚至对围棋 融于骨血的热爱 居然没有一丝犹豫 说抛下就抛下 等我到骑士门口时 记着已经都离开了 来的路上 赵新宇还发了条朋友圈 怎么接了个电话 回来就把采访取消了 这不是我们宋玉的风格呀 WTF 究竟是哪个苏打几 背着我把宋神迷的证事都不干了 五秒评 有没有可能你认识 这位苏打几 赵新宇 谁 是谁 难道是笑话苏寒 那没事了 虽然取向不同 但都是男人 能理解宋神 深秋寒风萧瑟 少年站在路灯下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黑色长风衣 欲发衬的肤色冷白 185的身高 肩宽腿长 线条流畅的肌肉 把衣服撑出一个完美的弧度 什么都不用做 什么刻意的姿势也不用白 单单往内一站 便十分惹眼 难怪会在视频网站爆火 目光向处 宋玉原本漆黑冷淡的双眸 忽然被点亮 波光练艳 在荒芜的雪地过了许久 忽然溺到食物时眼望一光的感觉 热烈的让人有些不敢逼世 只是见面就这么开心了 尽管我在学校 平时没少收到男生的情书 也总被赵新宇戏称瑞茶海后 但接过宋玉递来的热饮时 指尖碰到的瞬间 心跳还是漏了一拍 墨香奶绿三分糖 是我平时最喜欢喝的那家 学姐 我抬起下巴 微微仰头回应她的注视 你可以喊我知之 宋玉的耳间 以肉眼刻意的速度 染上一层飞红 鸭语般的睫毛微颤 似乎在极力克制什么 低下头音哑地应了一声 倒像是我在调戏她 赵新宇吐槽过无数次 说我明定是个可以挂在 学校光荣榜的年纪前时的好学生 却因为这副美艳有余 清纯不足的扎里面孔 天生自带调情效果的娇称语调 怎么看都更像是 不学无数的女混混 我试图转移话题 外面这么冷 为什么不进去等 别说在外面等了 听到你要来 她捧着手机 话都不会说了 采访也不开了 恨不得飞过去接你 从骑士走出来一个熟悉中年男子 笑得合不拢嘴 是她的老师 宋玉 怎么不把人叫进来坐坐 老师拉着宋玉外套时 一把匕首放着荧光 从少年身上掉落 落在地砖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气氛骤然沉寂 老师的手臂在半空中僵住了 那一瞬间 我感觉自己小脑都萎缩了 如果我没有感到骑士 没有打来电话 这个时间 宋玉盛世已经关上书房门 绝望地看着那副黑白侧颜 把刀刃朝向望步 想到这 心里突然刺痛了一下 我迅速弯腰去捡匕首 致致 宋玉清冷的嗓音 带了一丝急切 我没想到刀口这么锋利 只是不小心在边缘凑一下 指腹的血珠便争先恐后涌出 宋玉用她划开手腕的时候 大概是真的一丝求生意愿都没有了 秋雨绵绵 其事内 消完毒 宋玉转身去拿纱布 我用完好的那只手 拉住她的衣摆 这点小伤用不着包扎 吹一吹就痊愈了 宋玉定在原地 喉结上下滚动 可以吗 嗯 少年俯下身 虔诚地抬起我受伤的手指 但粉色的唇淡慢慢凑近 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她这是把吹一吹的主语 理解成了她自己了 温热的呼吸逐渐交缠在一起 空气迅速升温 即将向处的那一刻 传来老师推门的声音 我猛地把手抽了回来 老师对我招了招手 示意我随她出来 宋玉谋色按下去 拼着我马上快要自愈的伤口 不光沉得惊人 眼巴巴望着我离开的方向 像是无声的卑微挽留 又不是以后见不着了 我忍不住默默吐槽 但又忽然意识到 在宋玉眼里 我只是突发起小蓝蓝一晚 以后还会不会来 对她来讲 确实是个未知数 陈同学 没吓到吧 第一次正式见面就受伤 这小子给心疼哭了 你别害怕 他没有恶意的 那把匕首 大概是因为门外 老师说到一半顿住了 我眨了眨眼 没吃大师 我都知道 老师脸上浮现出震惊的神色 你知道 难道是宋玉告诉你的 不 不可能 按她的性格 绝对不会说出来 给你增加心理负担 回头我好好找找 是哪个叛徒乱讲话 我在心里默默回答 大师 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陈同学 你能来 宋玉真的很开心 今天晚上 也许她可以少吃点安眠药了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 她现在的用药的剂量越来越大 看得我都害怕 陈同学 真的 谢谢你 老师弯腰低头的那一刻 我看到她的几根白发 鼻尖禁不住有些发酸 等再次回到屋里时 宋玉正在覆盘比赛时的棋局 骨节分明的手指 夹着黑色的棋子 说不出的赏心悦目 君子端方 靠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 和巨人千里之外的冷淡 我悄无声息走近 刚刚洗完手还没干 乐趣味的朝宋玉弹了两下 她扭过头 同人一瞬间放大 似乎很震惊我还会回来 被欺负了也不抬手擦拭 睫毛湿漉漉的 不知道是哭过 还是被我弹上去了水珠 离得近了 有注意到她的指腹 在同样的位置 多了一道和我一模一样的口子 下围棋的 这么不爱吸自己的手吗 我这么想着 也直接脱口而出 宋玉无措地站起身 把手背到身后 吱吱 对不起 以后不准跟我说这三个字 我已经尽量努力 让自己看起来凶一点 无奈音色天生偏软 听起来反而更像是撒娇 怎么把她放屋里了 宋玉低声解释 倒是没有一丝隐瞒 我已经能想象到 这把刀被宋玉带回书房 珍重地放在 玻璃掌柜里的画面了 明明屋里没开暖气 热度却一点点攀升到脸颊 我沉默了一会 开口 下个月学校组织的高中部聚会 你去吗 芝芝 你不讨厌我 宋玉问得小心翼翼 你很希望我讨厌你 没有 我生出动怒的心思 笑着凑近了一些 那就是希望我喜欢你呢 芝芝 宋玉拧紧了手中的棋子 沙哑地念着我的名字 我也觉得自己 把人欺负过头了 主动退后了一步 好啦 今晚早点睡 少吃点安眠药 如果可以 不吃最好 我走了 嗯 少年眼中的失落 毫无遮掩 像急了被主人 抛弃在暴雨中的狗狗 我情不自禁抬起手 宋玉自然地弯下腰 方便我在她柔软的脑袋上蹂躏 这么听话 是不是我让你做什么 都不会拒绝 是 我只是在开玩笑 没想到宋玉会回答得这么干脆 一下子竟不知道怎么接 眼前的少年弯起唇角 语气卑微又认真 带着些执拗 我愿意为芝芝做任何事情 窗外吹进冷风 心跳再一次乱了节奏 我听到自己声音 既然这样 宋玉 我命令你好好活着 我上课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 一个月的时间 眨眼就结束 我从赵新宇那里 邀到不少关于宋玉的一手资料 宋玉甚至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 但我却对她一无所知 这样的信息差 激发了我的好胜心 每次到骑士 宋玉默默下棋 我在旁边像一个高路圈的粉丝一样 慢慢捕住物料 12岁横空出世 17岁夺得世界冠军 习惯直黑子 无论局势如何 脸色始终无辜无蓝 没有什么表情 比赛结束后 永远会静静等对方先起身 赛后会拒绝所有 与围棋无关的采访和问题 每年都会把一半的奖金 捐给孝小学 私下还成立了 针对未成年的反家报复制 学累了 我就抬头偷偷看回宋玉 仰仰眼 直到有一次看的路神 宋玉忽然扭头 我来不及躲 冷不丁撞进漆黑瓶颈 如湖水般的毛子里 仿佛投进了一颗小石子 激起阵阵涟漪 宋玉放下手中的棋子 转过身正对着我 非常贴心地提议 指指 你先看 看完我再继续 我得寸进尺 眼睛亮晶晶地盯着他的小腹 摸摸腹肌 好 宋玉硬是把一个字 分成了几个音节 应答得磕磕绊绊 我撇了撇嘴 宋玉 你都不会拒绝人的吗 那不摸了 怎么可以 你都答应了 我隔着衣服 胡乱蹭了两下 心满意足 好了 你继续下棋吧 宋玉耳根通红 迅速站起来 我去下洗手间 除了科普资料 赵新宇连带着给我发了一堆 最近新出的八卦 网上传言 给宋玉打电话 让宋玉临时取消记者会的女孩 是她的女友 和她同一个高中 甚至有自称宋玉同班同学的人 站出来说 绯闻女友是笑话苏涵 我正巧看到 便随口澄清了一句 打电话的女生是陈芝芝 和宋玉不是男女朋友 对面秒回 那个学姐陈芝芝呢 看长相就是个扎米绿茶婊 和宋玉不是一位人 苏涵也就算了 好歹沾边 还有点可信度 陈芝芝是宋大师的学姐 还是个混社会的 能装艳抹脾气爆 一点学生样子没有 俩人怕事话都没说过吧 原来谣言就是这么诞生的 本来只是想简单看下评论 现在我直接抄起键盘 食指翻飞 既然他们说我脾气爆 那我就让他们知道 传闻不是假的 一顿输出之后 对方被对到怀疑人声 哭着注销了 晚上高中聚会 因为下午和键盘侠 深度友好交流了太久 等我匆匆赶来时 大家基本已经都到全了 刚脱下后外套 露出精致的装笼 和勾勒身材的吊带裙 赵新宇刷一下冲过来 公主 请允许我向你汇报今日大事 说 高领之花走下神坛了 宋神居然来参加聚会了 你敢信 他以前对这种事情 你都不理的 果然笑话的魅力就是大 我愣了一下 等等 这关苏涵什么事 赵新宇挑了挑眉 不是苏涵邀请的宋神吗 先不说了 我要去找大师面鸡了 对 公主殿下 今天底装不错 蚊子站上去都能劈差了 我抱以微笑 别逼公主在开心的日子踹你 赵新宇一六烟跑开了 还不忘跟他的地下男友 我的小叔叔告状 说我又凶他 我拿出小镜子照了照 比一两侧 真的微微有点出油 宋宇整天一个人 待在骑士高强度下棋 娱乐活动少得可怜 我听网上说 适当参与群体活动 有助于抑郁症恢复 所以才邀请他过来 原来苏涵也邀请宋宇了吗 他们两个关系很好吗 这个猜测 让我心里隐隐有些不舒服 痴痴 思绪被打断 宋宇越过嘈杂的人群 精准地朝我走过来 依旧是黑色长风衣 只是款式和之前略有不同 也不知道他到底买了多少件 网上有人骂我 你也知道 我不会对人 就耽误了些时间 路上来得太急 有点脱妆 是不是不好看了 我可怜巴巴撒娇 微微仰起头 让宋宇看得清楚些 没有 芝芝永远最漂亮 宋宇的目光 在我的吊带裙上 圈循了一圈 不知道该往哪落 但又不舍得移开 我梗上渐渐爬上淡淡的粉色 宋宇 我没吃暖饭 好饿 我去拿草莓蛋糕和芒果不丁 对于宋宇知道 我最喜欢的甜品这种事 我已经见怪不怪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我发现 这人对我的了解之深 已经到了让人头皮发麻的程度 宋大师 原来你在这里呀 宋宇还没脉开腿 被一群女孩迅速围住了 苏涵站在中央 穿着宽大的校服 扎着高马尾 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卫尸粉黛的鹅蛋脸 显得格外清纯 宋宇漆黑的毛子里的光亮 逐渐褪去 变回了平日在镜头前 有理有节又疏离的模样 宋大师 你经常飞来飞去比赛 不怎么在学校 多亏了寒寒 我们才能见到你 说着 女生还把苏涵往宋宇的方向推了一把 你和寒寒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苏涵羞涩地向后扯了扯女生 问这些做什么 女生露出乙母校 放心 我知道宋大师身份特殊 我绝对保力 不好意思 我和苏涵同学不熟 宋宇微微汗手已是歉意 想要离开 被苏涵怯生生抓住了衣角 宋大师 你不是接受我的邀请过来的吗 我给你发了邮件 你不记得吗 苏涵眨巴着圆圆的眼睛 我见有脸 而且 我们一个般的呀 周围的女生跟着附和 宋大师 你不会是害羞了吧 可能有些误会 宋宇平时不太看邮箱 她是我喊来的 眼看宋宇状态不对 我努力挤进去 把她从女生堆里扒拉出来 女孩的目标 也从宋宇转移到了我身上 陈芝芝 你不是大我们一级吗 什么时候认识宋大师的 陈芝姐 你比传闻里好像还要漂亮哎 就是 长得不太安全 像是会同时谈八个的那种 怪不得笑话评选 只得了第二名 宋大师 你真的是为了陈芝芝过来的吗 你们两个 苏涵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下午刚刚一对时 我懒得再废口舌解释 眼神示意赵新宇过来就场 好说歹说 赵新宇一通甜言蜜语 哄着苏涵他们 去露天游泳池看烟花 但讨论声一直没停 放心 喊喊 陈芝芝不会喜欢 宋大师这种性格的 是啊 宋神性格那么冷 又古板 心里眼里只有围棋 说明连接吻都不会 陈芝芝那种做惊 肯定喜欢更有趣的 就是 她肯定不会和你抢的 再说了 她已经有赵新宇了 听说两人从小就订娃娃亲了呢 天将怎么可能胜过竹马 哎 可惜了 我觉得赵新宇学长提提的可帅了 又很会聊 老天不恭 这个学姐凭什么这么好运啊 家里有钱就算了 周围还全是帅哥 她小叔叔长得也可好看了 三十多岁的人 长得跟二十岁似的 据说还没结婚 女孩们的声音渐行渐弱 宋玉的神色 却越来越汇浪不明 偏偏赵新宇 没眼色的一个剑步 冲过来揽住我的肩膀 陈姐 还是不是哥们了 有这人脉 怎么不早说 宋神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围棋 是你粉丝后援会 一中分会的会长 我叫赵新宇 你上次在国外 最后一场比赛 真是太妙了 芝芝 我和偶像讲话呢 你老对我干嘛 我恨铁不成钢地叹了口气 但又不能暴露 赵新宇的性向秘密 只能用力甩开她 赵新宇瞪大眼睛 你这女人怎么回事 一身的牛尽 色绿眼尾的小智 显得格外鲜红 垂眸静静看着我和赵新宇的 各种互动小动作 不知道盛世在一起 待的时间比较久了 明明她表情淡淡的 去给你拿吃的 她向我看她 宋宇重新挂上和煦的笑意 眼底一闪而过的阴郁 却没来得及撤回 我还没说什么 赵新宇先急了 什么玩意 陈芝芝 你多大脸让世界冠军伺候你 人家的手势拿棋子为国争光的 不是端饭的 宋大师 我朋友不懂事 让你见笑了 你休息 这种事交给我 不去 与此同时 赵新宇假装摆弄手机 迅速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怎么回事 宋大师那个眼神看起来 恨不得把我凌迟 是我的错觉吗 不管了 我先躲躲 别人忍了 疼不疼 赵新宇彻底离开视线后 环境终于安静了 我用指尖戳了戳 宋宇紧紧握住的拳 修长的手指伸开后 露出手心青紫色的血痕 在冷白皮肤的衬托下 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那些女孩说的话 你还真信啊 宋宇摇摇头 我只信你 你看 你这不是挺会撩人的吗 嗯 我想沿余一下缓解气氛 下一秒 感觉自己被拉着走了几步 眼前一暗 站在了灯光照不到的阴影处 坠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整个过程快得让人来不及思考 宋宇声线压得极低 每一个字的尾音都在发颤 不同一语 似语毛俯过耳畔 只知 我想放肆一下 一下就好 她的力气很大 死死封住了所有退路 可当动作落在我身上时 却小心翼翼 联系得要命 还贴心地把手垫在我的后背 防止被硌倒 宋宇的下巴 轻易地蹭着 身上淡淡的造假香味 顺着滚烫的体温 悠悠萦绕在鼻尖 这不是我第一次和异性拥抱 却是唯一一次 在拥抱时双腿发软 心脏紧张地 仿佛随时要蹦出来 仅一强之隔 赵新宇正端着餐盘 四处寻觅偶像 怎么转眼就没人了 嘿 楚歌 你看到沉芝芝了没 对面苦笑了一声 新宇 你又不是不知道芝芝的脾气 自从分手后 好长时间我都没见过她了 宋玉整个人僵了一下 我能感受到 她明显变重的呼吸 一下一下冲击着耳膜 肩膀处传来轻微刺痛 宋玉的牙齿 不轻不重 磨着那块软肉 落在我腰间的手臂 因过度隐忍而露出青筋 仿佛克制已经到了极点 我死死咬住下唇 防止自己发出奇怪的声音 凑到她耳边小声解释 就弹了一天 手都没牵 我连她长什么样 叫什么都快忘了 真的 随着赵新宇的脚步声走远 宋玉一点点松开对我的肢骨 脸色泛的不正常的潮红 平时整洁一丝不苟的衣服领口 被我抓得乱七八糟 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 自己的情况只会更糟 我莫名想到 她平时下棋时 也是这样死死盯着棋盘的 眼镜像是黑洞 能吸走周围一切光亮 芝芝 刚刚吓到你了吗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 神色有些担忧 我听老师说 那些药物副作用大 你最近因为要准备比赛 把药停了 还好吗 如果我说不好 芝芝会做什么呢 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啊 我愣住了 宋玉说的这个问题 并不在我之前的考虑范围之内 最近没有吃药 不是因为比赛 是因为你在我身边 宋玉眼中滑过一丝淡淡的哀伤 依旧含着温柔的笑意 她的唇形极其诱人 唇半柔软 唇色此刻也已经由平时的淡粉 变得咽红 让人控制不住的想咬上去 尝一尝 芝芝 对不起 我喜欢你 听到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熟悉话语 我心里下意识咯噔一声 宋玉抬起手 虚虚的揉了揉我的头发 语气温柔的能把人溺毙 可是你有自己的生活 不必为这份喜欢负责 不冷不丁想起 之前向赵新女要资料时 她说的话 宋大师虽然沉默寡言 什么都不讲 看着好像挺迟钝的 可是能把包了万象的围棋 玩到世界第一的人 一定是一个能够轻松洞察一切 极其聪明的人 原来 宋玉什么都知道 她早就看出了我的想法和目的 怪不得 她从来不问我记者会那天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给搭车到骑士 芝芝 这一个多月 我很开心 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我很贪恋这种感觉 甚至想着 如果能这样过一辈子该多好 可是梦总是要醒的 和你相处越久 我越难克制自己的欲望 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渴求更多 以至于忍耐到了极限 发展成今天不可控制的地步 是我太贪心了 芝芝 我答应过你要好好活着 可以想到你以后会喜欢上别人 仅仅是活着本身对我来说也变得好难 这一个月的回忆 就当是送我的念想 好不好 我需要这点念想 去撑住往后余生 芝芝 你是我的神明 神明不该被困住 我没有资格 这大概是宋玉讲话最多的一次 眼底的炽热与卑微都不再掩饰 眼神像出的瞬间 梦见出的火花近乎癫狂 啄得人心疼 像一片火光中 汪洋人群里 唯一一个逆人而上 跪在殿前 致死不渝的信徒 火招了张嘴 竟一个字也没说出声 聚会已经结束 同学陆陆续续离开 宋玉 把外套披在我身上 认认真真对我整理好小猪微博 走吧 芝芝 外面起风了 宋玉 你究竟为什么喜欢我 回骑士的路上 一直以来徘徊心底的疑问 终于问出了口 我脾气暴躁 贪图享受 娇气 吃不了一点苦 甚至还有一点点做 你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宋玉放慢脚步 芝芝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因为好听的少年嗓音中 没有一丝责怪的意味 可我还是忍不住心虚 我应该记得什么吗 12岁生日那天 我被爸妈从家里打到街上 眼睛被写忽住 看不清路 撞上一台劳斯莱斯 你从车上下来 给了我包子和围棋兴趣般的会员卡 少年漂亮的面孔和记忆中 以及面容模糊的小男孩 逐渐重叠 那时我刚上初中 正是叛逆中二 觉得自己是宇宙中心的年纪 因为爸妈没有过问我的意见 就给我抱了长达六年的围棋兴趣般 跟刚大吵了一架 行车过程中 冷战依然继续 妈妈为了哄我 给我买了那条街上生意最好的小红包 邓玉就是这个时候 浑身是血 滴滴撞撞撞滚到了车前 离车身大概半米 我只记得她的眼睛轻亮深邃 黑白分明 与我见过的任何水晶宝石都漂亮 大街上人来人往 仿佛都已经见怪不怪 爸妈想要下车查看情况 被街坊邻居拦住了 不用管 这孩子天天被打 今天还算亲的 反正又没碰到你们车 小心她讹上你 你们外地人刚来 不知道内情 她妈本来想和她爸离婚的 没打算要孩子 结果中途来了的她 直接把她妈给绊住了 打胎药都没把她弄死 这孩子一出生就带着邪禁 搞不好就是命理在心 你们两口子是做生意的吧 那更要离她远一点 小心沾上晦气 被这么一劝 爸妈心里泛起了嘀咕 一片喧闹声中 我打开车门 把还冒着热气的小笼包 递给眼前这个 看起来和我同龄的男孩 你爸妈为什么打你 男孩摇摇头 看着手上的小笼包 吞了吞口水 给你的 快吃吧 凉了就不好吃了 谢谢 男孩不顾手上的血污 狼吞虎咽的往嘴里塞 你的眼睛很漂亮 黑的地方像墨水 白的地方像月光 对了 黑白 不就是围棋吗 我掏出爸妈刚办的 六年智慧圆卡 赵新宇他爸让他去学围棋了 说是能提高智商 我爸也非得让我去 但我一看那棋盘就头晕 这样吧 正好那里管饭 你去学 学得认真点 学成归来后教我 男孩轻轻捏住 惠人卡的边缘 把他接了过去 小心翼翼的模样 生怕弄脏我的衣服 过了一回 男孩滴滴开口 所有人都觉得 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个错误 想让我去死 啊 你不要死 为什么 男孩盯着我 长而翘的睫毛上 挂着胃珠 你很好看 长大后肯定更好看 万一以后你为妻出了名 还可以上电视 让更多人欣赏到你的美貌 你要是现在死了 世界上就少一位帅哥 这对我来说 是个很大损失 我想认真开了玩笑 结果自己先被逗乐了 男孩愣了半赏 也弯起了唇角 我没出息的 被这个浅淡的笑容 狠狠迷住了 痴痴看了好几秒 才继续接话 你不要在意他们的看法 我会会考年纪第一 同学还老说 我是不务正义女混混呢 说我的成绩 都是靠作弊 我天生嘴巴红 他们就说我脱口红 扣我量化分 你不要信他们的话 什么再新复兴 都是封建迷信 我们要信奉唯物主义 没有人生下来 就是有罪的 你叫什么名字 陈芝芝 树芝得芝 不知道盛世真的 被街坊说怕了 聊天聊到一半 我还没来得及问 男孩名字 爸妈就冲过来 把我从他身边拉开 拽到了车上 用酒精湿巾 一遍遍擦着我的手指 妈妈有些称怪 芝芝 你这自来熟的毛病 什么时候改一改 万一这个男生有病传染 你怎么办 或者和妈妈争辩 并没有看到 男孩跟在车后 气喘吁吁 追了我两条街 更不知道 从那天开始 他像影子一样 隐在暗处 忍着抑郁症折磨 默默关注了 我整整五年 费尽心思加上我的微信 却只是静静躺在列表 暗暗浏览我的 每一条朋友圈 不敢主动跟我讲一句话 从骑士回来第二天 宋绿飞去别的国家比赛 他的人气越来越高 宣传铺天盖地 随处可见 似乎一切向好 可我总觉得 心里空落落的 在赵新宇的逼问下 我把这段时间 发生的事情 扇凡就简 零零散散讲给了他 陈芝芝 你是不是忘了 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赵新宇在我眼前挥了挥手 我看比赛呢 你别捣乱 宋宇这场 好像有点处于劣势 赵新宇松松垮垮 靠在墙边 手指弯弄着右耳大耳钉 我说真的 芝芝 你就没想过 你喜不喜欢宋大师吗 你之前虽然看着情感经历丰富 但说白了 都是闹着玩 这次说不定 是你第一次真正喜欢上别人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咱俩从小穿着开裆裤 一起长大的 我还不了解你 反正我不信你没动心 你俩聚会的时候 还把我当作play的一环呢 说到后面 赵新宇几乎是咬牙切齿 房间外面传来 小叔叔雌性的声音 新宇 电影要迟到了 赵新宇清了清嗓子 你说 王子请出门 小叔叔冷笑 为了这个电影 我割了高层的会议 你以为老子一把年纪稀罕 做你的地下情人 半分钟之内给我滚出来 不然就不用出来了 赵新宇瞬间耸了 临走时朝我叹了口气 沉吱吱呀沉吱吱 真不知道 我那聪明又貌美的偶像 是怎么眼下看上你的 我也好奇 叱咤商场的小叔叔 是怎么看上你这个海王的 别忘了 你现在成年了 小叔叔对付你的方式 又多了一种 靠 你们老陈家祖传的 把人往死里欺负是吧 宝宝 你怎么在门口等我呢 我没说你 也没说芝芝宝贝 我说陈世美 那渣男 嘿 关门声响起 目光转到屏幕上 宋宇第一场输了 镜头定格在她毫无表情的侧脸 视频底下评论猛涨 其中不乏刺目的言论 我打开斜程 在页面停留了近一分钟 定了去宋宇比赛的国家最早的航班 抓起外套狂奔出门 赵新宇说的对 我自己心里对宋宇究竟什么感觉 我自己最清楚 我习惯了玩闹 忽然遇到这样一份炙热又认真的深情 难免有些不知所措 但无数次的心跳激动 不会撒谎 宋宇 电话拨通 对面秒接 嗓音低啊温柔 直直 我可以输的 对吗 废话 当然可以 你不要管网上说什么 你都赢了那么多场了 总要让其他人有点参与感 给前辈点面子 对不对 机场广播在催着登机 我有些着急 先挂了 等等 宋宇下意识脱口而出后愣了两秒 恢复了正常的语气 没事 直直去忙吧 我扣下电话 感觉宋宇有些不对劲 给老师发去了微信 老师回复 陈同学 这小子冷不丁和你分开 最近阶段反应挺严重的 再加上要吃得多 可能有点迷糊 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 他有什么异常表现吗 老师 晚上吃了安眠药后 经常会误认为 你们已经在一起 对着你的照片喊老婆 这算吗 飞机落地后 我立刻去了宋宇居住的酒店 正准备发消息 让他下来接我一下 他终于背对着我 看不清表情 女孩是个混血萝莉 长得像个精致的洋娃娃 汉语微微有些不流畅 但很热情 宋大师 我可以追你吗 抱歉 为什么 你有喜欢的人了 嗯 女孩有些疑惑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表白 还是说 你表白被拒绝了 啊 不好意思 宋大师 我不是故意提你的伤心似的 女孩捂住嘴巴 没关系 宋大师 你现在还喜欢他是吗 那我们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 你什么时候不喜欢他了 能不能告诉我一声 我排得对 不会有那一天的 女孩笑着做鬼脸 怎么可能 宋大师 你拒绝人的借口太拙劣了吧 万事都有期限 就像超市里的牛奶再好喝 也总会有超过保质期的一天 宋宇微微掀起唇角 牛奶会过期 面包会垫脂 但我永远喜欢他 女孩皱起眉头 哪怕他不爱你 你也要喜欢他一辈子 嗯 宋宇让工作人员 宋女孩离开 掏出一支烟 走出酒店大厅 正准备点燃石 和拉着行李箱的 我撞了照面 吱吱 雪花落在宋宇尖头 香烟被折断 藏进袖口 我张开双手 笑得明艳 还以为你会喊老婆呢 小可怜 过来让姐姐抱抱 少年眼眶瞬间红了 却极力克制住了 耐向我的脚步 宋宇 我好想你 我主动上前 还住少年的静瘦的腰 感受他的体温 鼻尖传来淡淡的酒香 可他冥命之前 滴酒不沾的 心脏像是被泡在麻油里 泛起酸酸涩涩的痛 我仰起头 语气认真 宋宇 我这次的任务 不是救你 而是爱你 你追我吧 或者我追你 总之 不是怜惜 不是愧疚 我喜欢你 对你有欲望 想和你试一试 我说的够明白了吗 闪光灯从眼前晃过 不远处 记者刺着大牙道歉 不好意思 宋大师 打扰了 说完就开始跑 我只能在后面喊 记得给我修图 对话被小插曲打断 宋宇默默接过 我手里的行李箱 帮我在前台 办理好入住 人生第一次 主动向男生表白 我心里坠坠不安 像揣了只兔子 七上八下的 但又不好意思 直接逼问宋宇 到底同没同意我的体议 只能眼巴巴看着他 帮我刷开房门 有条不紊的安置行李 其他工作人员 一脸震惊的 看着宋宇忙前忙后 宋大师 你明天还要比赛呢 哪能做这些 还是我们来吧 宋宇拒绝了 他一向不喜欢 别人碰我的东西 很快 屋内只剩下我们两个 芝芝 你好好休息 宋宇别过脸 向门口走去 垂眸不看我 宋大师 我挡在门前 断了他的退路 主动牵住他的手 取着工作人员的语气 喊他 我特意趁出血向你表白 你好歹给点反应 窗外大雪纷飞 室内温度逐迹攀升 喘息声交缠在一起 死起彼伏 我下意识揽住宋宇的脖子 眼角渐渐被逼出水光 而盼偶尔听到 沙哑的低语 芝芝 唤气 喝酒的是宋玉 醉的却是我 不知过了多久 肺部终于重获自由 整个舌尖都是麻的 我像搁浅的鱼一样 大口大口着 呼吸新鲜空气 就当是我痴心妄想 没人规定 信徒不可以独占神明 对吧 尖头被温热液体打湿 宋玉埋进我的颈窝 无声流泪 对不起 芝芝 我说谎了 那一个月的回忆完全不够 不想要你 想得快疯了 我心疼的在她耳边吹气 不是说了吗 不要对我说这三个字 换三个我喜欢听的 我爱你 宋玉 我也爱你 我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让她在黑暗与绝望中 卑微地等我五年 但幸好 我们这一生 还有很多个五年 可以一起度过 山高水远 信誉均逢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